台北市信义区一家国中的八年级学生 因为断考成绩突飞猛进 引起了老师的怀疑 事后校方从监视器画面调查 竟然发现是这个学生的母亲 借着在同一家学校任教的机会 从办公室里面偷考卷回家让孩子练习 学校考机会日前开会 建议把这一名偷考卷的老师既大过处分 但是台北市教育局认为太轻了 退回学校要求重义 台北市信义区的一间国中 一名八年级的学生连续两次断考 各科成绩突飞猛进 几乎苛刻满分 五月初的第二次断考 该生的数学老师觉得诡异 仔细观察了学生的考卷 认为该生一定事先做过题目 向校方反映并展开调查 调阅监视录影带赫然发现 该生的母亲也是学校的英文老师 竟然从教育处偷出了各科命题试卷 隐隐带走 这名老师事后坦诚犯案 学校考机会建议记大过 但台北市教育局昨天认为 处分过清退回 要求学校重义 大过是对老师是一个很重的处分 但是这件事情 关系到我们失表失道 所以还有一些事项要查清楚 包含这个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原因 或者是这是他的一个动机 校方表示 其实这名学生成绩并不差 校排约在三十名 但最近的两次断考 则进步到校排前两名 经过校方主动调查 发现了这一起事件 会再配合教育局重启考机会 偷窃试卷这个事件 纯属教师的个人行为 那关于这件事情 本校深感痛心 对于此事件 本校一定秉公处理 那其中针对老师的部分 本校将依照教育局的意见 然后再次召开教师考机委员会进行审议 有学生家属认为 升学制度一改再改 学生家长压力都很大 有可能因此出现了脱续的行为 身为老师的妈妈会去拿考卷 去偷考卷 我觉得应该压力很大吧 而且我觉得应该是整个教育制度 就是很扭曲啊 该校的校长说 目前十二年国教完全不采计 在校的成绩 不懂为什么这位老师会这样做 至于该名学生的陈储 跟成绩的处理 学校也会另案来处理 借陈书军陈立峰马台新台北报道